三妹 不要跳下去哟 十三千 所有的建筑都是坟丹的 坟丹的 为什么要坟丹的 那就是阳术 阳术的话地底下 人挂了之后住的房子 那是阴阳永远就对了 那么在这边的话 我们说阿强为什么要接十三层 很简单的道理 因为在这一边的话 我们外观看起来是十三层 其实这一个是西节坑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 旧的移民圣照 七级佛 佛无地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六合塔 它是一明一暗 一虚一实 也就是说文单的 一三五七九十一十三 人可以看得到 人可以看到画面的东西 二四六八十十二 它是很虚的 你根本走不过去 所以说在这一边的话 它仍旧是一个吃结坑 那么在这一边的话 乾隆皇帝也来过将来 也在这一边的话 登上了六个塔 乾隆皇帝啊 在这一边的话 每一层宝塔留下了四个字 有人上去 有人上去 对 没错 那么有这个勇气登上去 但是不要勉强哦 你怎样上去就怎样下来 在这一边的话 它台阶很高 慢慢走 那么但是量力而行 不要的话硬撑着 我一定要做乾隆皇帝啊 结果你到上面 真的是做乾隆皇帝 他妈妈的 要抬下来 因为这一边的确很陡 等一会的话 在这一边和各位讲 听手说明 靓力而为啊 那么在这一边的话 整个宝塔上面呢 也可以看到前堂江 其实我们这一边 就是前堂江 这一边的话 还有一边 去化妆间的 不管是去化妆间的灯塔的 我们等一会儿 约个时间在停止里面 几乎了 这一边的话 你也不怕 那么在这一边的话 现在是2点14分 我们半个小时之后 2点45分 2点45分 在这个停止几乎了 要上卡的 跟我走啦 来来来来 半个小时 臭臭有余 你们有人多吗 我就在这一边 给你们加加油啦 有没有人上去 没人上去啊 要啦 先上洗手间啊 赶快哦 再上 来来 你来到这里是什么地方 你来到这里是什么地方 六合塔 六合塔 对啊 这些是第五天的下午 两点多来参观 这六合塔 老天不作美 下雨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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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总共有几层楼啊 总共有几层楼啊 对啊 会按按吧 他以前会按按吧 六合塔 这这边是六合塔 六合塔 六合塔 这边可能会比较好 对啊 这样子 这是六合塔 就是六合塔 这边也不应该是 基本上嘛 只有几层楼 那边都是 这个时候 一定会摹托到 看看 这个时候 这边是什么地方 孙子 那边是一地里的 那边是四合 那边是四合 所以这个时候 那个楼 是由越国国王前后驻建筑 最早建筑的是九层八面 这里说的是什么 没什么好 首先我们到后面去看一下 后面去看一下什么呢 就是柳之间原地的那个庭中的地方 然后还有任何这个 有一个塔链在后面 但这个塔链我们发说 上塔 上塔 还有那一队是不是 那三个 三个 哈啰 上塔啰 上六合塔啦 阶梯都很高啦 上塔也买票 亮丽而为就好 上塔也买票 我不清楚 我们地培 处理 好多少个阶梯 226 226 9 226阶梯 加油加油 走到差不多下来 中山林 中山林 226阶梯 六合塔 没有什么啊 六合塔 他不用讲 226阶梯 你带他四脚流爽 用点 加油 有 前塘江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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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烤 這邊啊 這邊 它是燒的 這個階梯都是燒木板的 很像是燒木板 很像是燒木板 好像是燒木板 你還好有那麼多 燒木板的三合原 這叫六合塔 泉塘漿的六合塔 這是千堂薑的六合塔 往下看 千堂薑的高架橋 這次千堂薑的六合塔 這個第幾樓? 十三樓 十三樓高 往那邊看 路景很漂亮 往前走 那邊 你看那邊 往後升跑到哪裡去了 哈哈 不過我就很講 不過這樣就很講 哇 好 鐵子 看你在哪裡啊 這是六合塔往下看 前堂江 這個美景靜收園 下面車水馬龍 這是六合塔的中心柱